- 母婴分房睡 - 母婴分房睡 - 欢迎大家来到兔养的频道 -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 - 母婴分房睡这件事情 - 其实这个主题 - 公起出生的时候早就已经可能该做了这样 - 可是我其实一直没有要做 -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有一种 - 两派的感觉 - 就是你会觉得我讲这个主题 - 我就是要宣导你这样做才是对的 - 但我其实没有要宣导 - 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- 我不是这样做 - 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真的一路走来 - 好多人问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做到的 - 其实我觉得这个影片现在做就是 - 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之外 - 还是要特别讲说我们不是要特别说这样就是对的 - 只是说这样是适合我们的 - 那如果说你觉得听完之后 - 可以尝试你也觉得你想要这个样子 - 帮宝宝做训练的话就OK - 但就是找到每个家庭适合的方式 -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 - 当初我们为什么决定要怎么做 -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怎么做的 - 怀孕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想啊有一些什么 - 生理需求的照护要怎么做 - 动线怎么安排 - 在婴儿房设置的时候就已经想着我们未来 - 会这样子带小孩 - 在弄好婴儿房的时候也很多人吐槽说 - 你怎么没有在婴儿室旁边放一个你自己休息的床 - 之后就知道怎么可能让他自己睡到 - 一定还是睡同一间最方便 - 可是我要的不是方便啊 - 训练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需要耐心跟时间的 - 我一直都相信前期的辛苦会一劳永逸 - 其实我们的逻辑是希望根基可以好 - 稳扎稳达那样子 - 对对对对 - 所以在这个婴儿室设置的时候 - 我们就已经帮他准备了一个婴儿床 - 他有他自己的房间 - 有这个房间当然还是有其他原因 - 如果一开始就训练好的话 - 就不用担心未来还要想说小孩死都不去睡自己的房间 - 我也不想面对这件事 -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跟家人一起睡 - 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次搬家的时候 - 就觉得好害怕哦 - 我没有办法 - 我决定要让小孩从最一开始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训练 - 那刚刚前面有讲到我们在派音乐房那一支的时候 - 其实大家就是有对吐槽 - 无无反思 - 真的有他们说的这么不方便 - 这么危险或不可行吗 - 我就觉得不对啊 - 我从以前看的电影影集 - 小孩就是小孩的房间 - 永远家长都会说你们要睡觉咯 - 念个床边故事 - 帮他盖好被子书收起来家长就关灯关门就离开了 - 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演的 - 甚至我们后来在追一个影集 - 刚好就遇到那个里面有一个角色 - 他小孩刚要出生 - 他也是睡他自己的婴儿房 - 某面侠Zoro生了一个女儿 - 她住在洞穴的笔端 - 感觉她房的很大 - 她是一个城堡 她房的很大 - 然后你的小孩还住在另一个房间 - 而且那个房间还那么大 - 我很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 - 我就觉得那个小孩不会有害怕 - 那个房间那么大 - 而且好像还没有跟你们一起睡 - 那时候就伸直在我印象里 - 她们好像可行的感觉 - 所以后来可行之后 - 我就唯一要解决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- 因为小孩有时候会发生什么义奶啊 - 或者是呛奶 - 你不知道 - 大家就是怕这种 - 你没有注意到意外发生嘛 - 但我觉得意外发生有时候其实也是 - 没有在分什么场景的啦 - 就是纯粹就是警觉性 - 所以我让他睡的这个过程 - 首先我先去查婴儿床的正确使用方式 - 我认真做的功课就是要进空 - 我没有给他用枕头 - 我就只给他盖被子 - 其实也不是真正的被子 - 就是包巾 -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没有东西 - 所以一开始因为他根本不会翻身 - 而且他还要包巾版 - 把自己包起来 - 比较不会有惊吓反应 - 包着他就会睡很好 - 很安全 - 然后我加了监视器 - 宝宝摄影机 - 那现在宝宝摄影机其实很多可以选 - 很多就是会什么口鼻侦测 - 有什么异物覆盖的话 - 他可以跳通知 - 各式各样的功能 - 说到这个 - 又有很多家长就会跟我们说 - 啊你到时候一定会把它关掉啦 - 因为他通知怎么样 - 因为太灵敏了 - 那个就是很灵敏 - 小孩一个怎么样翻身 - 或者是哭一下或是干嘛 - 你是手机会一直震动 - 一直跳通知一跳 - 你会觉得很烦 - 很多都是酒 - 它就是会说是假消息 - 就看你怎么想啦 - 我其实是没有这个困扰 - 可是我想要分享 - 因为他其实会侦测 - 他知道说你大概音频到几分倍的时候 - 认定为哭声 - 我觉得这个跟机器有关 - 不用厂牌它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 - 我反正没有觉得是什么问题 - 其实恭喜刚好也不太爱哭啦 - 我们也没有什么挑通知的机会 - 这个监视器的好处就是 - 比如说他在房间睡觉 - 我们在我们房间的时候 - 我时不时就会开着 - 就像月中 - 都有台平板或电视 - 你可以一直开着 - 我觉得要分享这件事情 - 不用那么害怕分房睡 - 因为仔细想在月中 - 就等于是分房睡 - 其实在医院就是 - 也就是说 - 护理师虽然跟他在同一个空间 - 可是事实上护理师也在做自己的事情 - 他时间到的时候再去确认这个小朋友 - 小朋友每个都自己在自己的床上 - 很多人会觉得 - 因为护理师你再怎么样都会有固定的时间 - 都会有人去寻吗 - 所以我就是把这一套搬回家 - 它的方法就是把一模一样搬回家 - 包括有监视器 - 它甚至把温度也搬回家 - 全部我就是照做 - 灯光唯有做功课 - 不要有影响它睡眠的 - 黄光都不要 -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灯 - 是红光 - 那个只是为了让我看得到 - 如果不会提要东西把它吓醒 - 然后我把整套搬到家里的意思就是说 - 护理师他有很多班会一直寻吗 - 那我就变成我自己是护理师 - 每隔两个小时寻一次 - 我看的时候他大部分都是在睡觉 - 那我也不会吵他 - 就是看 - 刚带恭喜回家的时候 - 其实他是警觉性很高的 - 真的让自己就像护理师一样 - 月中本身就有售后服务 - 那这个售后服务呢 - 其实就是会让我们持续可以问他们问题 - 所以他其实会持续的问护理师问 - 他问的问题都是 - 那个时候恭喜的状况是怎么样 - 情境是怎么样 - 他就把他学这一整套过来 - 然后恭喜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哦 - 然后就冲过去了 - 我觉得我那时候被唤醒 -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 - 天生的劳碌命的照顾者耶 - 之前在养狗或是什么时候都是 - 也是 - 我就是睡着 - 你跟我讲话什么我可能都不会理你 - 可是我一听到什么声音 - 我就瞬间醒过来 - 很恐怖的那一种耶 - 我自己都觉得很恐怖 - 现在回想恭喜那个时候刚回来 - 可能一个月吧 - 你真的有觉得遇到什么很危险的事情吗 - 其实不会我觉得那时候小孩其实算是很安全 - 如果你正确使用婴儿床的话 - 很宽敞 - 超安全又不会翻身 - 他基本上就是摔那里 - 所以一开始宝宝其实我觉得最容易训练 - 因为他睡眠时间非常长 - 反正从出生就没跟我们睡在一起 -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 - 你没有给他建议过他好像你就习惯了 - 我也要补充一下哦 - 这个共识是怎么回事 - 我自己的方面是 - 除了你以外我不太能跟别人睡 - 其实有时候你跟我睡你都会觉得我很烦 - 你一定要比我早睡我才睡得着 - 但如果那天比如说我就是 - 辗转难免 - 不管是喝多了一杯咖啡或是早上睡太爆 - 我早上那天没那么容易入睡 - 你就会一直折我 - 很想把我打圆我可以感觉到 - 你快要加爆我了 - 但你都没有 - 如果我加到一个睡意 - 要是我没有睡下去的话 - 整场都不用睡了 - 因为他的睡眠品质没有那么好 - 所以我就觉得再加一个宝宝 - 我根本就不用睡了 -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小孩的作息不一样 - 小孩有他睡觉的时间 - 可是他睡觉的时间我们可能家室还没做完 - 或者是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想做 - 比如说想滑手机啊 - 或者是他上厕所或上超久 - 然后厕所是会有光的 - 而且厕所一定是白光 - 你不可能在时候放红光 - 你会自己把自己吓死 - 那如果我们同事的话 - 就会影响到小孩 - 我有一个很大的宗旨 - 就是你在育养这个小孩 - 你不能选取一个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方案 - 因为你的状态不好你没办法照顾他 - 对 - 我们自己才是照顾他的根基 - 如果有办法可以替代的话 - 那我们当然就是选择让他自己睡 - 然后我们好好做好这些保护的措施 - 即便那时候睡觉哦 - 我就是闹钟设定每两个小时 - 我都是会起身 - 就算半夜 - 我就会很严格的遵守这个规律 - 我觉得合适的时机就是 - 宝宝刚出生了一两个月 - 非常重睡眠的时候 - 他很容易就训练过来 - 我后来发现其实根本就还好 - 久了之后你会跟你的宝宝有一个默契 - 你会知道他的规律 - 比如说他这个时间点睡觉 - 他大概睡多久会醒 - 或者是他喝奶的状况 - 他会不会溢奶 - 他什么时候会溢奶 - 那这个就是他的规律 - 你会知道他的频率 - 那如果说你都注意到这一点的话 - 其实久了之后安全性的问题 - 就会大大提高 - 你就也不用太担心说有任何意外发生 - 那你觉得实行到现在还满意这样的结果吗 - 他现在八个多月了 - 我非常满意 - 到现在他就是很能自己睡 - 训练过这种分房睡的宝宝 - 不排除恭喜本来就可能比较好带 - 不排除这个原因 - 但是我后来觉得啊 - 有这样睡的宝宝好像不会有其他的困扰 - 他会自主入睡 - 我不太哄恭喜睡觉的 - 你把他的规律养成 - 他睡觉的时候有什么配套 - 这个配套出来 - 他就知道他要睡觉 - 他自己就是翻一翻就睡了 - 整体来说其实我们对于他睡觉的事情 -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成功 - 很适合我们的 - 分享给大家 -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再实际操作一次给大家看 - 现在恭喜八个月他如何这样子自己入睡啊 - 我们运用哪一些道具 - 给大家看吧 - 恭喜从月中出来第一次搭我们的车子的时候 - 他就是自己坐在自己的安全座椅上面 - 这件事情其实我跟狼是非常有共识 - 我与狼之间的感情是非常要好 - 必须要坐在一起 - 我们还是必须要维系我们的感情 - 因为其实在车子上就是我们主要聊天的地方 - 觉得我们很爱这个时光 - 我们不希望说一个人应该要在后面顾小孩 - 然后一个人开车这样子 - 我们又想说是不是小孩就需要被照顾呢 -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习惯了 -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- 他只有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- 他其实就会很习惯 - 我就是要自己坐 - 你看他就会这样自己找时间休息 - 然后上车睡觉下车就开始 - 嗯一尾火龙 - 跟着我们跑所有的行程 - 我们就是这样子 - 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出门的 - 我觉得我们整个家就是已经很有默契 - 当然我觉得这是每个家庭自己的风格 - 因为我们家的风格就是希望家长的感情一定要好 - 然后小孩也有他自己独立的时间 - 只要你安全 - 只要你健康 - 就彼此都有空间 -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太重要了 - 揪索 - 我就要让小孩看到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是坚不可摧的 - 没错 - 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 - 请不要吝声按下订阅 - 当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 - 订阅 - 喝完奶奶我们就会哄睡仪式咯 - 那我们先来喝奶奶吧 - 洗完澡的最后一茶 - 刚刚这小子洗完澡 - 擦乳液就给大家按摩按摩 - 这是每天晚上睡觉必备的 - 很想喝奶 - 准备喂奶的时候 - 这个灯光就要开始调暗咯 - 开始培养我们睡觉的情绪咯 - 这个灯在奶快要喝完的时候 - 我就会开始慢慢调暗了 - 我会创造一个睡觉的情境给她 - 我们自己在这都已经快睡着了 - 对啊 每次都这样 - 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就要去关灯 - 欸 很暗咧 - 我们会在这边放一个红灯 - 所以现在灯全暗的时候 - 就会红红的 - 边拍格的时候边培养她睡觉情绪 - 抱着这样拍她大概十分钟吧 - 哇好棒喔好棒喔 - 大哥 - 嗯 - 要睡觉啦 - 我们要睡觉咯 - 妈妈爱你 - 我要跳一个角度给她 - 因为这是有夕阳的 - 它会跳一个有海鸥在墙上的感觉 - 晚安 - 妈妈爱你 晚安 - 然后在里面睡觉之后 - 我们就会离开她的房间 - 有时候在客厅有时候 - 在书房或都会开监视器 - 观察一下她睡觉状况 - 然后她睡觉前其实会一直翻 - 翻完之后被子就会跑到其他地方 - 我就是在她睡着之后 - 会再去帮她盖被子 - 还在翻管 - 差不多要睡了 -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她的行程了 - 翻一翻 - 然后吃个手手 - 然后就要睡觉了 - 嗯哼 - 然后她突然就睡着了 - 因为我看她肉眼间的时候 - 我就滑滑手机干嘛 - 再回头看监视器她突然就睡着了 - 然后在她睡着的时候 - 我会去帮她再盖一下被子 - 做做全人 - 然后就结束了 - 这就是我们给她红睡的过程 - 除了让她自己睡觉之外 - 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是会让她自己的 - 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 - 她是自己坐在后座器柱上 - 校养方式比较像是家长导向 - 就是让小孩配合家长的生活 -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 - 或者是小孩导向 - 那就等于说当然去配合小孩去做调整 - 这两种都有人做得很好 - 适合自己的 - 那我们就是比较适合家长导向 - 就是让小孩知道说 - 在有你之前 - 我们两个就是这个样子啊 - 那有了你之后 - 我们当然欢迎你的加入啊 - 就让你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相处 - 我们当然会照顾你 爱你 - 但就是我们也要保佑我们自己的感情 - 跟原本的状态 - 这个影片其实最重要就是大家会一直好奇问说 - 到底恭喜怎么样可以自主入睡 - 那我们就分享给大家看 - 这个样子的状况 - 但是我们还是要重生 - 这没有所谓的好与不好 - 纯粹就是适合每个家庭的状况 - 我是觉得变因有很多啊 - 例如说每只宝宝的状况不一样 - 对 它们天生状况不同 - 然后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 - 我们只是在这些各种不同 - 最后找了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方式 - 那就会展现给大家看 - 也许如果你们家的生活方式 - 或你们有任何元素跟我们相似的话 - 可以参考看看这样子 -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- 想说拜拜 -